来自大海的电话,作者安芳之子,翻译彭义。 有一个人带着吉他去大海,回来时忘记带回来了。 不,那个人说,不是忘记了,是放在那里了,是打算什么时候请他们还回来,寄存在大海那里了。 这个人叫松元,是音乐学校的学生。 松元的吉他是他采买来的,闪闪发亮的绿色,一波动琴弦, 噗咚,就会发出像早上的露水落下来一般好听的声音。 松元把那把吉他搁在海边的沙滩上,悄悄睡了一个午觉, 也不过就是五分钟十分钟,不过就打了个盹, 然后醒过来的时候,吉他就已经坏了,吉他的六根弦全都断了。 松元说,没有比那个时候更吃惊的事了。 不是吗,身边连一个人也没有啊。 是的,那是初夏的,还没有一个人的大海, 碧蓝的大海和没有脚印的沙滩,连绵不断, 要说在冻的东西,也就只有天上飞着的鸟了。 尽管如此,松元还是试着大声喊了起来, 是谁,这是谁干的? 想不到近在咫尺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声音说, 对不起,松元朝四周看了一圈,谁也没有。 是谁,在什么地方呢? 这回,另外一个小小的声音说,抱歉。 接着,许许多多的声音一个接一个地传了过来, 只是稍稍碰了一下,我们也想玩玩音乐啊, 没想到把它弄坏。 是的呀,只是想弹一下哆啦咪发缩。 松元发火了,发出了雷鸣般的声音, 可你们是谁呀? 然而,你再怎么大声吼叫,大海连一点回声也没有, 你再怎么发怒,西红柿颜色的太阳也只是笑一笑, 波浪只是温柔地一起一扶,哗哗地唱着歌而已。 松元摘下眼镜,哈哈地吐了口气, 用手帕擦了起来, 然后,把擦好了的眼镜重新戴上, 在沙滩上细细地寻找开了。 啊,他终于看到了, 坏了的吉他后边, 有好多非常小的红螃蟹, 小螃蟹们排成一排, 看上去就像在行李似的。 实在是对不起, 螃蟹们一口同声地道歉说, 然后,一只一句这样说道, 怪就怪我们的手上全长着剪刀, 真的没想把它弄坏, 只是稍稍碰了一下, 就是,只是稍稍碰了一下, 啪啪,弦就断了, 就是,就是这样, 真是抱歉。 螃蟹们又道了一次歉, 这那你们没办法, 松元还在生气, 说声对不起就行了吗? 这把吉他才买来没几天, 就是我自己都还没怎么弹呢。 可是,一想到它坏成这个样子, 松元就悲伤起来, 这时,一只螃蟹从吉他的对面 朝松元这里爬了过来, 说道,一定把它修好。 嘿,松元惊讶地缩了一下肩膀, 修好,别说大话哟, 怎样才能把断了的衔接上呢? 让我们来想吧, 大家一起绞尽脑汁来想吧。 再怎么想, 螃蟹的脑汁也……, 松元轻舞地笑了起来, 不过,螃蟹那边却是认真的。 不不, 不要瞧不起螃蟹的脑汁。 从前, 就曾有过螃蟹把快要撕碎了的 帆船的帆缝起来, 让人惊喜的是, 可帆船的帆和吉他的弦, 不是一码事啊, 这是乐器啊, 就是修好了, 也不可能再发出原来的声音了。 是的, 关于这一点请放心吧, 我们一个个乐感都非常出众, 到您说好了为止, 就让我们一直修下去吧。 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就该回去了。 松元看了一眼手表, 手表正好指向了三点, 于是螃蟹说, 对不起, 这把吉他可以暂时留在这里吗? 见松元不说话, 螃蟹就滔滔不绝地说道, 如果修好了, 我们就会打电话给您, 让您在电话里听一下吉他的调子, 如果可以了, 您再来取回去, 如果声音还不好, 我们就再修下去。 松元目瞪口呆了。 螃蟹怎么打电话呢? 那么小的个头, 怎么拨得了电话号码呢? 只听吉他那边的螃蟹们一口通声地说, 螃蟹有螃蟹的电话呀。 螃蟹一脸严肃, 好像多少有点愤慨了的样子。 松元本打算再说两句风凉话的, 但他打住了, 小声说道, 那么, 你就留在你们这里试试看吧。 听了这话, 螃蟹们立刻就又高兴起来了, 然后, 这样说道, 对不起, 到三点喝茶的时间了, 有特制的点心, 请尝一口吧。 走还是不走呢? 松元正想着, 螃蟹们已经兴冲冲地准备起茶点来了。 一开始, 十来只螃蟹先挖起沙子来, 他们从沙子里挖出来一套像过家家玩具一样小的茶具, 茶碗还都带着茶拖, 茶壶也好, 牛奶罐也好, 糖罐也好, 全都是青衣色的沙子的颜色, 而且, 还有贝壳的碟子, 他们把这些茶具整整齐齐地摆到了干干的沙子上, 就有两三只螃蟹, 不知从什么地方打来了水。 好了, 这下螃蟹们可就忙开了。 一组螃蟹刚往石头做的小炉灶里加上匹柴, 烧起水, 另外一组螃蟹就往沙子里加上水, 揉了起来, 用擀面杖擀了起来, 那就和人用面粉做点心一模一样。 不, 比女人做得要快多了, 要漂亮多了。 一眨眼的功夫, 点心就烤好了, 放到了贝壳的碟子里。 松元瞪圆了眼睛就那么看着, 那些小小的点心, 有的是星星的形状, 有的是船的形状, 还有的是鱼的形状, 毛的形状, 可是, 它们真的能吃吗? 正想着, 两组螃蟹已经兴冲冲地把茶点搬了过来, 阿清清千万不要客气, 一点都没有客气啊, 松元一边这么想着, 一边小心翼翼地加起了一个星星形状的点心。 不过, 松元毕竟是音乐学校的学生, 什么也瞒不过他的耳朵, 松元把海螺贴到了嘴上, 还不是原来的声音哟, 嘣嘣地响得太厉害了, 最粗的一根弦不对, 他说完, 海螺里的音乐一下就停了下来, 那么下个星期吧, 听到了螃蟹的声音, 结束了, 松元连一个星期都等不及了, 一想到海螺电话, 不管是上学也好, 去打工也好, 走在街上也好, 都开心得不得了, 松元突然觉得, 也许比起自己弹吉他, 在海螺电话里听螃蟹弹吉他又有意思多了。 就这样, 恰好过去了一个星期的那天深夜, 从搁在松元枕头边上的海螺里, 突然响起了吉他的声音, 松元慌忙把海螺贴到了耳朵上, 这回, 喝着比上回要好得多的吉他的声音, 传来了螃蟹的歌声, 海是蓝的哟, 浪是白的哟, 沙子是沙子的颜色, 螃蟹是红色的, 螃蟹的吉他是绿色的, 嘿, 作为螃蟹来说, 唱得还真不赖呢, 松元一个人嘟囔道, 请, 请刷地放到嘴里, 嘎巴地咬一口, 试着螃蟹说, 松元把点心轻轻地放到了嘴里, 嘴里立刻充满了一股大海的味道, 甜得不可思议, 爽得不可思议, 还有一种沙拉沙拉的干干的齿感, 啊, 做得真不错, 非常好吃啊, 松元这样嘀咕着, 咕嘟一口把茶喝了下去, 螃蟹们一口同声地说, 对不起, 减慢您了, 于是, 松元也匆匆低下头, 谢谢, 承蒙款待, 那就是这样, 结果, 松元把吉他搁在了海边, 接着回到家里, 每天等起电话来了, 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 一个用白纸包着的小包寄到了松元家里, 小包反面, 写着几个怪里怪气的字, 螃蟹记, 松元吃了一斤, 打开一看, 从里头滚出来一个手掌大小的白色海螺, 为什么送给我这样一个东西呢? 想了一会儿, 突然, 螃蟹曾经说过的话, 在松元的脑海里想了起来, 螃蟹有螃蟹的电话啊, 啊, 是这样啊, 这么想的时候, 海螺中似乎已经传来了一个声音, 轻轻地, 嘣嘣地响着那个声音, 啊, 那是吉他的声音, 松元不由地把海螺贴到了耳朵上, 和吉他声一起传过来的, 不正是海浪的声音吗? 啊, 的确是来自大海的电话, 可那把吉他修好了没有呢? 有声音了, 这至少说明琴弦已经接上了。 于是, 螃蟹们的合唱戛然而止, 传来了那个头领螃蟹的声音, 喂喂, 作为螃蟹来说唱得还真不赖这句话, 听起来可不舒服啊, 那么该怎么夸你们呢? 像什么比谁唱的都好了, 世界第一了? 那不是太自以为了不起了吗? 如果想成为世界第一, 那还要练习才行, 吉他弹得还不行啊。 是吗? 螃蟹嘟嘟囔囔地说, 我们已经尽全力在保养吉他了, 用细细的沙子擦栓弦的眼, 借着月光精心地打磨。 这时, 松原突然想起什么, 他想起了螃蟹的剪刀, 于是他大声地说, 喂, 不是奇怪吗? 你们那长着剪刀的手一抹琴弦, 琴弦不是又断了吗? 只听螃蟹清楚地回答道, 不, 我们全都戴着手套呢。 手套? 松原吃了一惊, 螃蟹比想象的要聪明得多呢? 螃蟹得意地继续说, 是的, 现在, 我们就全戴着绿色的手套在弹吉他, 是用裙带菜特制的手套, 戴在手上正合适, 戴着他弹的乐器真是再好不过了, 我们后悔得不得了, 怎么一开始没戴手套呢? 要是戴了, 那天也就不会把您的吉他给弄坏了。 是吗? 松原算是服了, 于是情不自禁地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既然这样, 就暂时先把吉他寄存在你们那里吧, 我眼下特别忙, 去不了大海。 真的吗? 螃蟹们一起嚷了起来, 仿佛已经高兴地按捺不住了。 嗯, 是真的, 你们再研究一下吉他的高音吧, 合唱时要注意和声, 对了, 常常给我打电话。 说完, 松原放下了白色的海螺, 然后, 用手帕把海螺一卷, 真爱地藏到了抽屉里, 松原想, 我要把这个海螺当成自己的宝贝。 瞧呀, 就是他呀, 就是这个海螺呀。 松原常常让人看这个海螺, 但是, 这个海螺只是里面透着一点淡淡的粉红色, 听不见螃蟹合唱的声音, 吉他的声音和海浪的声音, 不管怎样把海螺贴到耳朵上, 别人就是听不到任何声音。 也许, 这是一只唯有吃过那沙子点心的人才能听到声音的海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